今天稍早在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也特別問了市長柯文哲 關於中天關台的問題 我們來聽聽柯皮怎麼說 如果你當選總統 會容易在人類內 有新聞台北關掉嗎 我跟你講我直接表態好了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但是我捍衛你說法的權利 關於中天那件事情 我覺得這樣如果他真的有錯 你就按照法律 如果他真的罪證確証 罪大惡極 你要管他大家也沒法想 但是如果人家認為 你為了要為殘留的 幕後的這個興起的原因 然後要求選賬 我覺得這個對民進黨沒有好處 柯皮也說了他不同意關台 他說不然怎麼樣 我也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趙欣 沒有錯 這個是基本的民主社會的素養 也就是說這個是撇開黨派之劍 如果真的只是因為 害怕某一個新聞台 因為有政府不同的聲音 導致對人民言論的控制 出現了破口 讓人民有這個言論比較的機會 都不給的話 這完全是違反民主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也相信台灣的民眾 經過了超過30年解嚴以後 民主社會的洗禮看在眼裡 都不能夠去認同這樣的做法 這個是為什麼 包括柯P市長 他自己也說了 這樣的做法 如果民進黨政府要硬幹的話 基本上對政府 是沒有任何的好處的 那麼另外我們也看到說 剛剛我們講的NCC 他整個決策過程裡面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林立雲跟王維京 這兩位號稱學者 其實他過去 他在立場上面就非常的鮮明 對 趙欣在這邊 我先打斷你一下 就是因為他的立場 顏色很鮮明 我們認為他沒有利益迴避 但是NCC這邊也做出了最新回應 發言人翁伯中表示 委員會全體一致同意 這兩位委員是不需要迴避審查 這是NCC的最新說法 請您繼續 NCC委員一致同意 但是卻連這兩位所指定的 所謂的審查聽證人等等之類 都不能公布 這樣子的話 所謂的一致同意 不知道一致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能夠接受 民意公開的檢驗 如果說是因為害怕壓力 這樣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 也不是我們民主政府 運作的一個原則 如果這樣的說法成立的話 請問你不要讓你背到外面 得到一句這個批評的聲音 所有的委員都藏起來 對啊 全部都藏起來 沒有這種事 你有這樣的一個專業 還有自己的定見 還有一個公正度 就表示你的心理素質夠 如果說因為這樣批評 就躲起來 而且這不是就是要給外界檢視 只有一種原因 路感公開只有一種原因 就是你心虛 如果你連這種公開接受檢驗的 你的心理素質都沒有 你根本沒這個資格來做所謂的 聽證人跟公正人 對 暗渡陳昌偷偷來 這種東西已經被大家引起 這麼大的討論的之下 你都還不敢公開 這個就是真正有問題的 如果大家覺得這是一個 沒有爭議的案子就算了 偏偏又有這麼大的討論 而且幾乎是多數的民眾 都會覺得言論自由 是應該不能夠被政府 隨便的牽制 說關說關 就關就開的 難道你說你這個所謂的 你的聽證會 聽審會是要讓大家 能夠公開能夠討論 結果你的委員不能夠讓大家知道 這叫什麼公開討論 這叫什麼以照公信 這根本是鬼扯 好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10月份 這個驚奇連連 可是真正的10月驚奇要來了嗎 來看到就是日本的一個期刊 矽刊複釋 它是產經新聞下的一個小期刊 它居然爆料了一個 相當勁爆的消息 他說川普政府打算要推翻 一個中國的原則 所以川普會突襲式訪台 同時承認台灣 或者可能會有美國副總統彭斯 國務卿蓬佩奧代行 而且歐盟方面 已經同意美方的行動 甚至還說什麼 要趁著美國大選這一個月 可能會很亂的期間 共軍可能會打過來打來台灣了 好 這個消息出來當然我方來看 剛才駐美台北文化代表處 處長蕭美琴就立刻否認了 就說在跟美方官員互動的時候 他沒有聽聞過 沒有聽說過相關的報導 所以無從評論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好了 小平議員 這個是怎麼樣 我們不必認真吧 也不一定 川普是個瘋子 你叫川普 我這樣說 你覺得很奇怪 做民調70幾點的美國人 美國2億多公民 是不喜歡大陸的 當然包含川普的炒作 抹黑 然後妖魔化 可是為什麼 照理說他應該是 民調得70幾% 然後拜登比較不反 然後他得20幾% 不是這樣子 君子物本本利而道深 中美兩大國是在競爭 到了8年以後的GDP的總量 是超過美國 但人均還是輸很多 所以是一個正在崛起的 然後川普就說他是霸權 然後對岸說是和平崛起 不管 總之他會越來越強大 所以他一定要提前動手 對大陸 我說美國這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為了他連任 可是美國老百姓 想得很清楚 我們是競爭對手 可是不是像你川普 像跟大陸中美變成 魚死網破這樣幹 這樣幹的話 美國人也不高興 所以反對大陸的70幾 認為是強大的競爭對手 以後G2變G外 會互壞 可是他看你川普這樣搞 他也會怕 我說美國民眾 所以他民調為什麼現任的 大幅的落後 你前面指責說這個新冠肺炎 從大陸引起 等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再說 第二 你今天 你又說跟小感冒一樣 你自己也得了 然後老百姓 死了100多萬人 美國等等 死了幾十萬人 然後你到底 就是你一個國家治國要有安定性 一個瘋子當總統 是很麻煩的 然後可怕是什麼 可怕就蔡英文也是個瘋子 你知道嗎 怎麼說 今天全美國吃瘦肉精的 只有22% 22% 然後22%誰不吃 大陸的14億人不吃 然後歐盟5 6億人不吃 然後輸2億多不吃 加起來也很多人口 今天 你今天你真的愛護台灣 愛護中華民國的話 為什麼美國人都不吃的 這些國家都不是硬塞給我們 而且沒有任何的交換條件 而且怎麼樣 這個我們下一趴會討論 我們這個部分等會會討論到 再回來 現在該會不會建交 這時候建交 我講一個數據 就算美國 美國曾經是劈腿族 拋棄過中華民國 拋棄過蔣介石跟建交 現在跟小三吵架 又回來跟我們重修就好 我們也要掂量掂量 看他會不會再犯 花信很容易再犯 第二個 86%支持中美建交 13%不同意 現在就算做民調 100%支持中美建交 我認為也不妥 也等到拜登跟川普選完再說 現在我建交 你拿我當工具 引來戰爭 有什麼好 第二個 在民國37年的時候 這個杜威杜魯門 那時候杜威民調大贏 然後杜魯門看起來會輸 連紐約時報的頭版 都印好了杜威影 結果壓錯保了蔣介石 壓杜威 杜魯門贏了 出了 然後就放棄了 大陸造成以後丟掉江山 整個被共產黨拿走 很大的原因 所以你壓怎麼保 你今天變成附庸國 你現在是實行美國帝國主義 裡面一個附庸國中華民國 我們要做到這麼糗嗎 蔡英文到底你這樣子仇宗 這樣子甜美 你常常說我們國民黨舔中 你在舔美 這樣是很丟人的事 而且大大傷害中華民國 生存的權力 不過也有想說 美國是不是如果針對這一招 放大決的話 可以引發兩岸之間的戰爭 那麼川普是不是 可以扭轉他的民調 不知道 也有人是從這樣一個觀察角度切入 即使川普不來 但是我覺得共軍 可能還是會一直來 確實最近兩岸軍情格外的緊張 所以台灣這邊也不斷的在加強軍力 還有後備軍人的這一塊 而且最近這段時間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退將 都出來講話了 當然引起軒然大破 就是這一位陳廷寵 他說因為台灣國軍的戰力 現在是零 那麼另外來看到前飛官饒志強 他說共機如果跟美軍 有對射的情況 很有可能在轉彎過程中 就侵犯到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或者是到我們的領空 會有這種動作的迴旋 另外來看到帥話明將軍 他說比方說你有地盤 我也有地盤 你要這樣做我就那樣做 那就跟小孩子 半家加久 打架一樣 你蹭我一下 我蹭你一下 真正來講就是手刀不出鞘 出鞘就是要鬧你一刀斃命 而且他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的戰機一再的升空 這長期來講 是不是也是一種軍力消耗 我們來看到現在對台灣來講的 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兵員短缺 基層戰鬥部隊人員短缺 暫時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戰車 是沒有人操作 異物異士兵的四個月一起過短 幾乎毫無戰力可言 那麼後勤動員制度更是設計不良 難以再暫時真正補充部隊戰力 等等的相關問題 所以我們最近在進行這個教招改革 那麼教招的部分規則 是一改再改 改到現在說要延長年限 但是真正的延長年限到幾年 還沒有百分百的拍板 只說要延長 所以這個時候 很多七年級生已經在哀嚎了 他說為什麼都失非到我 我們真的是生錯時代 是不是得罪誰了 真的是多災多難 比如說他們經歷了幾大災難 還有除了教招之外 還有房價飛漲 薪資動漲 廣社大學 多元入學 還有分紅化用 好 那麼有什麼 他們就說教招變很硬對不對 連教招現在可能改成15年 那麼七年級生是來受罪的嗎 好 說到了教招改革 在這邊請這個憲哥給我們回應一下 教招改革 目前還沒有百分百定案 這要改到什麼程度 但是有改到刀口上嗎 對 我想大敵壓境 我們全國應該是同仇敵蓋 既然要上戰場的話 坦白講 訓練四個月的那個兵 你絕對不能讓他上戰場 你讓他上戰場 等於是把他推向火坑一樣 以我當過兵的人我們知道 我們以前一定要三個月 以上的一個訓練 才能夠訓練一個基礎 就是一般的一些基礎的一個動作 而現在是一個高科技的戰爭 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東西的使用 包括無人機 包括一些有關的一些 像導彈等等這種東西 沒有一年兩年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如果真的 我們要跟對岸來大幹一場的話 我們要戰到這一兵一卒 至少你教招14天根本不夠 要嘛就三個月 你開始教招 我們現在18萬的一個軍隊 根據專家的一個研判 如果共軍要登台的話 要來登陸的話 他可能會40萬大軍來登陸 這樣台灣你至少還要在多少 還要再把後備軍人要拉進來 至少12萬到20萬左右 你經過每年都三個月叫招 三個月叫招這樣 才能夠訓練一個真正可用之兵 所以現在所謂的什麼 兩年一招 一年一招 一次14天 七天 五天 我跟你講那些都沒有用 那都是跟海士小孩而已 反正他就還沒騙到 帶著鋼盔往前衝 你就都沒騙 你就去 戰爭不是兒戲 戰爭不是在鍵盤上那個遊戲 那個遊戲你遊戲死了可以再復活 你一條命而已 你上戰場死了就死了 所以還有你今天拿到槍 你真的能開嗎 你開得準嗎 你殺過人嗎 如果你殺過人 那你可能還敢 你不要以為說拿著槍丟給你 你就敢殺人 所以很多事情目前來講 我們既然遇到了 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 就在台灣海峽 所以現在全國所有 我們這些年輕朋友男男女女 大家心裡面開始要做準備 國家需要你們的時候 你們當然要挺身老出 你怎麼可以說生錯時代 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捍衛中華民國的民主政由 我們絕對要跟他打仗 既然要打仗的話 我們就要準備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國防部除了教招 除了徵兵募兵以外 還有一個要開始做了 因為台灣在機器人 以及無人機這邊的技術是夠的 我們的產業鏈是夠的 所以未來的打仗 不一定要每一個人 都親自到上戰場 我們可以殺敵於千里 不要說千里 我們殺敵於500里可以嗎 所以很多類似這樣的技術兵 比如說像台積電 聯發科 這些高科技人員 台青交的 他們一定要進來 為什麼 他們進來他可以利用APP 這個APP利用我們的一個 硬體加軟體 我們可以自敵於千里之外 自敵於百里之外 這樣我們可以確保台島的安全 有人講說那些兵你怎麼養得起 平常就叫台積電養 平常就叫聯發科技養 等到要用的時候趕快拉進來 所以現在國防部 不是只是那邊講 募兵 徵兵 教招 幾天的問題 你是要有一個全盤的計畫 這個全盤的計畫 你到底要多少兵力 你要用什麼一方式的打仗 因為真正的第三次戰爭有兩個 第一個是沒有流血的戰爭 叫經濟戰爭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高科技戰 好 的確 可是看到現在為止 國防部有這個全盤的規劃嗎 有華 國防部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一點畫錯重點的感覺 現在大家都討論這些問題 我現在講 國防部可以聽一下 叫高層盲動 中層浮動 基層空洞 三個洞 所謂高層盲動 外界一有什麼聲音 他們就開始盲動起來 中層就開始浮動 基層現在完全空洞 邊線比都不足 像馬防部 像其他的第一線作戰單位 現在國防部應該冷靜下來 就好比說 要不要買那麼多的飛機 要不要買那麼多的大炮 要不要買那麼多的導彈 就我們的導彈 我跟你講 我先舉一個例 大家不相信 我們反坦克導彈 可以去把敵人的 1萬4千多輛戰車全部摧毀 請問你買那麼多幹嘛 你買那麼多幹嘛 能夠上岸的裝甲車有多少 就是說台灣的國防部 就是完全不顧成本分析 這個完了以後 第二個我們再講四官兵的待遇 各位曉不曉得 我不要他來跟台灣比較 韓國的國民所得 是台灣的三分之二的時候 他一個軍官 同樣階級的薪水1.5倍 少衛 好比說我們少衛10塊錢 韓國的國民所得是 那個時候是台灣三分之二的時候 對不起 他有15塊 就是說你去看其他的國家 他整個人事的結構都非常合理 各位曉不曉得 我們國防預算是54%養人 可是你還是兵員不夠 請問這些錢都到哪邊去了 國防部應該要精算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我花的那麼多 的國防預算54%都在養人 還有第二個 就是說為什麼軍隊的維修經費 才不到20% 然後M41 M60A3那些等等經常出事 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的維修費不斷的降低 當你維修費不斷降低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各位好不好 就是我這裡我再講一個故事 大家一聽就懂了 我們那個時候 F1洞是不是一直摔 我們到世界各地 可以去找林復健 結果除役之前 各位知不知道發生一件什麼事情 倉庫打開來一看 還可以裝備一個連隊的F1東西 然後他們跟我講 那個觀念是什麼 他非常簡單 我怕戰爭爆發的時候 這些我就可以 不用透過外面的商員 我就這樣 這個叫做備戰 不叫建軍 我們現在一天到晚講備戰 然後什麼是建軍 搞不清楚 那最重要的 我再強調一點 就是說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國防部長都是軍人 軍人都有軍種本位主義的思考 然後他沒有辦法顧及到三軍 所以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是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 然後新聞怎麼弄 他就怎麼做 國防部不能夠這樣子 好 所以目前看來問題真不少 所以韓濱 整體來說 現在大家討論說 教招要怎麼改 甚至還說是不是要全面恢復徵兵 當然這個牽涉到太多的制度層面 方方面面的 但是反過頭來講 現在募兵制 你是不是要弄得更精實一點才對 我老實講 這個政府 從頭到尾就是一群250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理由很簡單 你一直在不斷的跟 對岸拉高對立的態勢的時候 這時候你需要軍隊 可是問題是 你平常一直把軍隊踩在腳底下 每天在侮辱他 然後沒事在砍他的片修鳳 我請教一下誰要去當兵 費軍閥每個都逃兵 我給他打仗 那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嗎 你平常都看不起軍隊 然後這個時候需要他的時候 要突然間捧個高高 要大家都去當兵 你腦袋有動嗎 誰要去 這不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嗎 老實說 今天國防部的這些官員 我告訴大家他在幹嘛你知道 他在湊數字給你看而已 湊數字 他就是單純的湊數字 因為我現在 有人算出來說 我們幾年之後可能兵員不足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 用加減乘除給你看 不足是不是 你們多留12年變15年 15年變17年 所以現在是因為還沒有儲好 所以還沒有辦法開辦 他現在要清算 算我怎麼樣能夠把這個數字 湊得比較完美給你看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問題是你湊出來的 數字沒有用 打仗又不是說你300人 他200人好 你贏 又不是這樣比的 對不對 你湊出那個數字沒有用 這些軍隊到底能不能打仗 你現在軍事訓練 第四個月的 你知道兩個月 就是以前的高中軍訓 這些就抵掉了 所以你只剩兩個月 然後你只剩兩個月 上課幹嘛 有的沒的東西扣掉一個月 然後你真正摸到槍的機會 只有幾天 所以等於沒在當 我跟你講那根本就是個夏立寧 你就要去玩一玩而已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歡樂 這些人根本沒有戰力 你留著這些人到底要幹嘛 你訓練他幹嘛 我老講如果要訓練四個月的話 乾脆不要訓練 你乾脆不要訓練國家省點錢 我說真的 你把這些省一下錢 拿去募兵都比較好 我說至少募來的人 是有戰力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心 要為台灣備戰的話 抱歉 你要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知道 要聽美國人的話 你先把國防預算調高 你其他都是假的 我們現在因為老美的壓力下 我們現在變成150億美金 本來是110億左右 現在變150億了 我告訴你 對岸是多少你知道 對岸是2500億以上 而且我跟你講那是表面數字 一般認為對岸 真正年潛藏加起來 大概超過4000億 那我們才150億 你跟人家玩什麼 你少說要Double 至少要300億 至於說所謂排舉交易預算 排舉社福預算 沒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態勢就是這樣子 你真的有決心想要戰爭 就把預算調高 然後也不用 我說真的 與其這種每年就人家叫招回來 那個找這些根本浪費糧食 沒佔力的這些人 你不如多花錢 把整個軍隊的待遇提高 然後花大錢 眾賞之下必有勇夫 你花大錢你找人來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他願意幹 對啊 你多募一些兵 就是這樣 你花大錢全民願意 然後抱歉 國家開始爭什麼 國防圈 因為大家不是都願意背水一戰嗎 那好 企業要有良心 國防圈拿出來 同樣的有一些人 你不願意服兵役對不對 免疫錢 很簡單 你不願意當兵的人交錢 你一年交個100萬 我讓你這年不用當兵 不就這樣子嗎 就用這種方式 你要全民要有這種共識 軍隊才有戰力 如果不是這樣 大家都嘴上大家嘴炮 抱歉 不要花這種冤枉錢 因為這根本是浪費糧食 浪費我們大家的時間 所以茂南議員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以目前國防部的做法 那要提升我們國軍的 整體戰力來講是相當有限的 其實教招改革也有它的必要性 我們現在談這個問題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金日式新連儀 現在變成四隔月 早期是我們當兵的時候 是從兩年 三年 那個時候甚至還有所謂的三連兵 一般來講都當兩年比較多 在民國89年之後 漸漸的到李登輝時代 就先從一年十個月減到一年 然後才是在102年之後 83年次之後 現在83年次之後叫做 金氏新連儀 那扣除在大協時代的進行課程 其實是真的是很少 但我在想 我們現在採取是募兵制 也就是制宴役 其實現在我們去繞過軍 我們都知道 現在部隊裡面 大部分都是制宴役 那他們都是也算 也是一個叫標準的職業軍人 已經沒有所謂的這個 在我們一般來講 大學生畢業之後 記得金氏訓練儀 通常都是在成功領 或者在一些訓練基地上 所做的養成一些 金氏的標準動作 跟金氏的概念 跟金氏的一些必須要級別有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的問題 坦白講這樣子的情況 要是還沒有辦法上戰場 還沒有辦法所謂的政治的打仗 不過我們應該講 他可以成為儲備戰力 他可以成為這些制宴役 這些職業軍人 他們總是要搬中搬中 或者是他們的叫做 後勤補擊部隊 他們也會開車 會做其他 其他 其他 包括電腦各方面大家都熟 那即使我認為 這個一個是前後 一個是後衛 這個教招的改革 應該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樣 現在採取的是精兵制 也採取的是一個科學的這種戰爭 它是一個科技的戰爭 根本就不是說 你一定要散仗斬棄打步兵 因此我認為說 我們國家的預算 也一直都在增加 包括我們針對 明天國防的預算 針對經濟的採購 已經也增加了接近4千億 不過我想任何的一個 一個軍事的設施 教招它是補給後勤 它並不是站在第一線 但是如果你把教招都割掉了 那以後是不是會兵營不足 兵力不足 就是我前面的在座 後面的沒有辦法來協助 那也不是一個好政策 因此我們也不能否定它 我們認為應該是兩軌制 雙軌並行 這才是一個標準的 國防體系的建立 對 但我們也不希望 劉瑜好像治標不治本 趙欣 這個作為在場 唯一一位七年級生 驕傲的 七年級生 我真的是覺得 我七年級 我七十年出的 1981年 有哀怨嗎 是不是 有夠衰的 我跟你講 這個我昨天就在臉書上面寫了 就是這個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參與了台灣這個經濟奇蹟 起飛的時候 共享的經濟的果實 到七年級的時候我們覺得 台灣要起飛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分享的時候 不好意思 剛好碰到這個兩岸停滯 政黨輪替等等之類 所以薪水停滯 房價飛漲 所以看了半天 賺了一輩子 可能買不到一棟房子 然後好不容易這個兵當完了 昨天還有 昨天當大學的時候更衰 入學的時候遇到921 沒有入學停移 然後畢業的時候遇到SARS 沒有畢業典禮 悄悄的來悄悄的走 你知道嗎 整個大學安安靜靜 然後再講說我們在當兵 好不容易覺得 我們這個教招差不多結束了 不用再被叫回去了 已經過得很苦了 還要哭 叫我們回去走邊 我的鄉親 所以我們七年級的這些 好朋友 好同學 教苦連天是因為這個樣子 但重點是如果真的回去教招 可以爭強戰力就算了 現在真的只是這個數字上擴充 我們知道像講點歷史 比如說宋朝 宋朝的軍隊人是最多的 可是每次跟金國打仗 跟遼國打仗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輸的708的 為什麼 因為人數雖然多 但大部分是一些流民 或者是吃不飽飯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找不到職業我就去當兵吧 反正這樣子我有口飯吃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認真的訓練的話 人數上面去擴充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結果我們現在當兵只要4個月 教招回去就是看電視 看影片跟吹冷氣 我請問一下這樣數字上面的擴充 到底對於我們的國軍戰力 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更何況我們現在如果兩岸 真的有什麼樣的衝突的時候 大部分的這個決戰 或者是衝突的熱點 都是跟海軍還有空軍相關的 你今天叫招這些人 他可能也不會操作飛彈 也不會開坦克 因為4個月而已 我請問你找他回來 你是要幹嘛 這個東西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兵員不夠 要做轉型 你就大方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今天募兵制碰到的問題 是不是徵兵制跟募兵制 中間要做相關程度的調整 而不是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多找一些人回來 讓你們當比較久一點的兵 讓你們看多久一點的冷 吹多久一點的冷氣 看多一點的影片 這樣是對國防戰力 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所以國防部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像韓明哥剛剛講的 真的是有點250 為什麼 因為不只是反對黨不買單 連執政黨很多委員 蔡英他們也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所以這些東西真的是 如果就讓大家感覺到說 不管你的戰略 是對是錯 是好是壞 都可以討論 但讓他感覺到你這個政策 認真好不好 認真就好 認真一點思考 不要玩這種 讓我們覺得250的東西 青年級真的很酷 好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認真的討論 美豬要來了就在明年1月1號之後 我們看到行政院的實案辦公室 終於認了 美豬為什麼會來呢 來看到原因曝光 因為為了要排除台美 雙邊貿易的障礙 終於說出實話來了 可是你都已經是要進來 已成定局 我們這邊能夠如何把關嗎 目前相關的配套措施 事實上都還是 且戰且走的一個情況 那麼很多像是立委要求的 中央都說辦不到 不可行 譬如說這件事情好了 因為你怎麼樣讓民眾吃得安心 到目前為止 光是這個標示的東西 你可能就是不清不楚 那麼就是我們黨立委賴事保 建議說來出進口的話 要不然直接在這個上頭新增禍號 好 這個就很清楚了 但是經濟部長王美花說 此事不可行 賴事保也就是說 經濟部是因為美方的關係 屈服於美方壓力 不是不可行 是不敢做而已 好 那麼當然現在在國人 其實反彈非常大 那麼其實很多地方政府 也有來自於選民選票的壓力 所以我們看到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他上廣播節目的時候 也有被問到這個問題說 萊豬進來台灣之後 是不是會衝擊到 民進黨2022的選舉 但是蔡副院長說 還好啦 應該不至於 因為這只是一個短期的議題 是短期嗎 我們要吃長期一輩子 他說所以政策絕對不會轉彎 韓濱 蔡其昌其意思非常單純 我幫他翻譯一下 他就說其實因為台灣人 都驚於腦 很快就會忘記 所以這個只會短期衝擊 因為之後人家就忘 其實他意思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會說對2022不影響 理由非常簡單 我就是因為怕影響到2022 所以我要趕快明年1月先過 過完之後 時間一拖之後 你就忘記這件事 這樣就不會衝擊到2022 你拖下去才真的會衝擊到2022 所以他絕對不能拖 問題是來了 現在告訴我們說 是要排除台美之間 雙邊貿易的障礙 所以難怪這些事都不能做 我覺得很奇怪 我想請教一下 排除了什麼障礙 排除了什麼障礙 我們跟對方談了什麼 人家美國答應跟我們談什麼 沒有 蔡英文總統不是說 完全沒有任何交換嗎 我們完全沒交換 我們是單方面對美國開放 而且現在顯然的 不只是開放而已 顯然我們當初答應了 美國人什麼你知道 我絕對不能標示萊克多巴胺 一定是答應了 不管為什麼 所以才不敢做 對 所以畫畫也不敢編 然後裡頭產品成分也不敢標示 不就是這樣嗎 你看衛福部到現在死咬的 經濟部也是一樣 死都不肯標示出萊克多巴胺 為什麼 因為當初答應了老美不是嗎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想不出來有任何理由 為什麼不標示 標不標 進口的路路會差很多倍 是 標不標 然後我也必須講 王美花講什麼 所以他不標示我們最後一巡的標準 就是只能看價格是不是 對 然後王美花說 其實假如科學證據證明是安全無害的話 就沒有需要做這一標示 如果科學證據是安全無害的話 你為什麼不准營養午餐裡頭有 你為什麼不准軍隊吃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你明明自己都知道他有害 可是你們就硬拗 硬要說他是無害 今天又 我跟你講今天又出了一個事情 就是之前是說 他裡頭有一些文字有爭議 所以把國民黨的提案打回去 今天又來 今天林一華臨時提案 說至少養老院這些老人 居住的這些環境 因為他們抵抗力比較弱 是不是可以不要吃 結果他們又找一些文字的理由 又把他打回去 民進黨又不讓他過關 你們是生怕這些老人吃不到 是不是 你覺得他不吃到萊克多汗 你很難過是不是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們真的有在維繫嗎 老實講我現在已經覺得 某一些民進黨的立委 可能也是無奈 為什麼 因為有人黑箱作業 有人私下答應了 美國人很多事情 你們不敢明講 你看現在一個一個講出來了 因為被我們一測試之後發覺 你答應美國人不能標示 現在答應美國人說 我要先開放什麼東西 我必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還不到11月3號 我們已經決定要開放了 假設11月3號當選的是拜登怎麼辦 我請教你怎麼辦 我們之前是對川普的承諾 你以為拜登上來就可以不算 我們就終端沒發生過嗎 你想得美 拜登除了邀你開放美豬爾 拜登一定馬上跟你講 川普你都答應他開放美豬爾 接下來你是不是只要開放我基改食品 你其他的東西是不是要開放 我新當選總統 你難道不用慶祝一下嗎 對不對 就是很簡單 拜登一定會要的更多 因為我們蔡英文總統 無條件投降 直接開放 直接放水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拜託大家一定要全力擋住他 因為不然的話 這個大門一開 從此沒完沒了 不過因為現在中央也好 或是像經紀部長王美花就說 因為我們這個售金含量 是完全處於國際安全的標準值 所以換句話說 趙欣我只要在這個大傘之下 什麼事情都OK 什麼標也不用標示清楚了 是這樣嗎 我想這完全經不起檢驗 第一個 這個王美花部長講這個話 或者是說史安辦講說這個 就是為了貿易這件事情 如果是王美花講還算了 怎麼是史安辦去講 史安辦的任務就是維持食品安全 有沒有貿易講難聽一點 干你什麼事 你知道這個事情要講 你是經紀部去講 你史安辦可以關掉 你史安辦就是告訴大家 有沒有食品安全的疑慮 結果你告訴大家說 這個跟貿易有關係 換經紀部來講食品安全好了 你根本就沒有盡到 你自己的職責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第二個說剛剛講說 蔡英文總統說沒有交換 現在這樣子 不就是擺明了說是交換 但是又換不到東西 然後再來就講說 剛剛講說軍隊 學校 其實還有體育 體育他們不准他的選手在吃 所以你跟我講說 王美花在那邊講說 什麼都在安全的標準之下 為什麼體育選手你不讓他吃 很安全我盡量吃 而且餐餐吃 每天就是今天體育盤 明天豬腳 後天豬肝 Codex只有做六個人的人體檢驗 拿那個 你要講一下 沒有錯 你Codex最後 他是很有尊意的 Codex會通過 第一個他人體檢驗 他是非常草率 只有六個 第二個他通過的時候是 只是勉強過半 是這個樣子 我幫你補一句就好了 你說譚德塞被老共收買 也在說 民進黨說 Codex這個秘書長 也就是等於是譚德塞 跟老美很近好不好 這個你要特別講一下 而且今天才發現 今天的媒體才披露出來說 這個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要開放之前 其實衛福部裡面 有一個內部會議 超過15個我們講諮詢委員 超過三分之二有十個人 都是反對有疑慮的 結果第二天的結論是 多數反對 但照樣開放 你根本就是要硬幹 所以所謂的諮詢委員的意見 根本就沒有任何效力 就是要硬幹 裡面有提出很多 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告訴我講 只是美豬跟非美豬 坦白講 美豬早就開放了 我要的是 我要知道這個豬肉 有沒有萊克多巴胺 有沒有受肉筋 而且你反而這樣子 其實對美國更不友善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美豬我就怕 原來美豬進來吃 我覺得沒關係 難吃就難吃 還沒有安全的疑慮 現在我有安全疑慮 這對美豬更不利 這非常愚蠢的做法 然後你完美的話 還在這個地院質詢上面 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內臟是不分開的 大家最有疑慮的就是內臟 你到底是為什麼 連這樣簡單的東西 你都做不到 沒有辦法去捍衛民眾的權益 我剛剛回到講這個會議 如果說這個諮詢委員 多數的反對 你照樣要硬幹 難怪我們後來回到講 NCC對中天為什麼不敢公布委員 因為他就是要硬幹 裡面的委員就算多數反對 我管你的 反正我都是黑箱 我都不知道 然後也不要讓大家有壓力 我就說服你 反正我會硬幹 你就同意了 就同意了 但是如果說 大家都看在眼底裡面的話 至少社會輿論跟公益 會看到出來 民進黨這樣獨斷專行 不尊重多數意見的手法 就是想透過黑箱 在中天的案子上面去複製 好啦 可是在萊豬這件事情 目已成舟 馬那議員簡單為我們回應一下 現在怎麼樣 既然都要進來了 但是你源頭擺明了 說穿了就是沒有人要管 不是沒有人要管 是有人要管 只是說 只是說我們對源頭管理 到底是把它欺負人叫美豬 還是在美豬上面有把它 註明說這個有無萊克多巴胺 是要標示如此的細 還是只有 就像我們的水果的產地 就是蘋果的產地來自日本 來自韓國 來自加拿大 我想標示產地 不是標示說到那個成分 因為其實你無法就那個豬肉 本身做那個所謂的成分 到底達到多少 多少 多少 但是我想經過國內的食安的檢測 它是符合的 就進口的豬肉是符合 萊克多巴胺 必須要在我們標準值裡面 大家都知道 其實也有好多政治人物都講說 他們在美國的時候 也都吃了這個美國豬 但是他也沒有怎麼樣 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句話來講說 你吃了這個美國豬 就有含有萊克多巴胺 不會怎麼樣 不用怎麼樣 不過經過很多的數字顯示 他必須要你一天的吃的量 達到多少的量 我記得是達到6公斤 以上到10台積 醫生也說長期低劑量的服用 對人體也會有害 長期低劑量 我想這個每個係數 6公斤 那不用這個瘦肉菌 那胖到跟豬一樣心肌可塞人 所以說 因此 6公斤 我的意思 你看幾盎司 對不對 幾盎司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像某些含量 就像某些藥物某些劑量 他叫你說這個東西 只能一天涉及多少 不能過量 這不能過量 因為只能通過新陳代謝的關係 排氣的關係 自然的有一種深化的理論 我在想 這個東西 理論上是至以下至極 但是我們認為說 他確實是有爭議 不過我們認為應該很清楚的 標示他的產地來自美國 你要買台灣問題出動 你就去買台灣 你認為要買美國 你再去詳細問得更清楚 我想這沒有不對 所以剛剛所謂的研頭管理 說沒有 我想是有 他有標示來自美國的主動 你會講說有萊克多巴胺 跟沒有萊克多巴胺 你可能這個有萊克多巴胺 害人那些沒有萊克多巴胺的 這個豬肉賣不出你 我想這個賣場 或者是廠商自己又有一套的一個 管理跟辨識措施 他會讓民眾知道 民眾知道說 這個一樣是美國出 這個是一台金是600公 或是好像說80元 為什麼當然是50元 我們先進行一下廣告 稍後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好 截至目前為止 你會發現政府給我們關於 萊豬的相關資訊 真的都不夠多 我們要一直自己去拚拚湊湊 那麼光是連標示都標示不清楚 我們之後怎麼辦 怎麼去選擇是萊豬還不是萊豬 憲哥 萊豬到底能不能吃 這種豬肉到底對人體好不好 這不用什麼科學數據 用膝蓋的相關就知道 美國的萊豬這樣22% 美國人身體大家都比我們更嚴重 美國人就不敢吃 你說這個東西吃下去 我們以後會怕怕順順的 沒人知道 所以很簡單 政府你只要做你的執著就好了 你幫老百姓把關好 不管是從源頭把關 還是說總量把關 還是說分區分 它有沒有萊豬的成分 甚至新增新的一個標誌 讓老百姓自由去選擇 老百姓現在我們知道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小老百姓是束手無策的 但是你小老百姓 你至少要讓自由機制 讓他自己去選擇就好了 你不用幫他敲鑼打鼓 說萊豬吃下去不會死 不然你敢吃嗎 你敢吃 我也敢吃 你如果說我們